嗨,大家好,我是思智豪 对不起,等一下 我的一天都从早上五点半开始 一睡醒就必须先讲好今天的工作项目 立刻做好准备,洗个澡,换好衣服就出发到办公室 时间是最珍贵的 一路来我都是最早到办公室的 不幸你可以问楼下咖啡店的安哥安迪 到了办公室我会先看报纸,新闻 然后检查我的email 之后就是早餐时间 早餐很重要 所以大家记得一定要吃早餐 鸡蛋或拉萨或咯咯面 沙拉叶人都非常喜欢的早餐 这时候我会边吃早餐 边跟同事朋友聊聊生活 吃饱后就真的需要开始工作了 最近的行程比较忙 大部分时间都是和团队一起到社区分配传单的消毒业 也借这个机会好好关心民生的问题 了解大众的需求和生活状况 然后呢就是继续开会 一直在开会 这两年因为新冠肺炎 很多我们习惯的事都改变了 就像这次沙拉叶大前 也因为疫情 我们没办法进行户外演讲活动 所以就必须调整宣传方向 这也是为什么你们会看到这支影片 因为我们要与时并进 将你们透过社交媒体 吸收更多管理我的资讯 今天刚好有点时间 所以特地来到十二里 把物质交给我的一个老朋友 她是Mary 靠自己的力量把孙子带大 在疫情期间也努力生活着 非常坚强伟大的婆婆 星期五晚上八点都会有沙拉叶导的FB直播 所以傍晚我会先回到办公室 准备直播需要的内容 之后我就会出发到直播现场 跟主持人讨论流程 测试灯光和声音 确保能够以最好的状况 和观众分享正确的和最新的资讯 九点半左右回到家里 我就会开始跑步 工作可以很忙 但我们还是要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把自己照顾好才有能力照顾更多的人 好了 基本上这就是我一天的行程了 大家好 我是施智豪 沙团党MATULINAN7候选人 12月11日留守我的FB LIVE 到时候我将会跟大家深入详细探讨 我所关注的这个人权和环境的课题 大家也包括所有沙拉艺人都特别关注的 MA643的课题 我们12月11日晚上见